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电影《爱的噩梦》关系里的控制欲 是爱还是要你活成我期待的样子 最近有一部新的国片上映了 那这个电影呢,算是延续上一部热门的国片叫做《怪胎》之后 大家把它定调是它的续集 这个《爱的噩梦》呢,它的导演叫做廖明毅 它的前作就是《怪胎》 那这两部片呢,他们都主打的是用iPhone手机拍摄而成 主要演员有林伯宏、谢欣颖、向杰鲁、林爱璇 林爱璇就是大家比较熟知它的名字叫做大远 所主演的,主要在描述一段美好的爱情背后的各种暗黑跟纠结 这部电影重新找来前作《怪胎》的谢欣颖跟林伯宏在携手合作 主要在描述两个强迫症患者的恋爱故事 因为当年《怪胎》呢,就是颇受好评,还入围的金马六项大奖 那这部新作《爱的噩梦》,大家就对它期待很高 稍微简介一下这部电影的电影走向 他主要在描述一个男子,就是由林伯宏所饰演的 他意外爱上一个控制狂,是向杰鲁所饰演的女主角 在乐恋期呢,就是两个很相爱的时候 他都甘心为他而付出 他要怎样的查情,要求 你现在在工作吗?你在吃饭吗? 你拍照给我看 除此之外,他还严格要求说那你要比数字 他要明确地知道说,你现在这张照片是即刻拍给我的 而不是事先先拍好的 但是这一切的过程,在乐恋期过后 就是男方开始觉得,这种控制跟这种相处 让他觉得备受压力 那有另一个女生出现 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恋爱感 然后又是那种相对比较自由的感受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质疑说 我过去的这段关系跟这个爱情,是我要的吗? 这个新的刺激,这个第三者 会不会才是我的真爱呢? 那这大概是这个故事的走向 而这部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讨论点 就是关于说爱情里的控制欲跟自由 而我觉得这个命题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放式的 每一个观影者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诠释 你带路的人跟角色 跟你认为奇怪的点都会有点不一样 你可能本身就是也是在关系里面 会比较有不安全感的人 你有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女主角虽然有一点过头 但她的一些作为 很像你自己也会这样做 但如果你本身是个向往自由的人 你看到这一切 你就觉得说这是个恐怖片 是个惊悚片 所以每个人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你的角度都会有点不一样 你是被控制方还是你是控制方 但有些人就是比较M一点的属性 她就是想要在恋爱的时候 想找个人来管她 她希望有一个爸爸角色 或是妈妈角色的人 来跟她谈恋爱 但也有部分的人 他们在谈恋爱 就是觉得她自己是荒野的一匹狼 我就是一个脱疆的爷嘛 我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束缚 我向往自由 一旦关系走向了 你要开始控制我的人身 会要求我要报备 或是你会不停的想要渗入我的人际关系 想要跟我朋友混熟 她就觉得有压力 她就不要了 她就想逃 想跑 那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控制欲比较强的对象 她就觉得说 你这样的人我没办法handle 我不希望我被这样子束缚住 所以关系里面说实在的就是一个怨打一个怨爱 一个锅配一个盖 如果一个人很需要被控管 但另外一个人刚好很喜欢管制别人 或是控制别人 就很喜欢查情 那另一方就觉得说 这就是爱呀 她可能一直以来就觉得说 她这样子爱我 那就很完美 但这部剧里面呢 男主角在热练期的时候 其实他也都是可以接受 都可以忍受这一切 比方就是不断的电话要报备啊 拍照啊 甚至夺命连环扣啊 开定位啊 她是可以接受的 是直到她身边的好同事 突然跳出来说 你的这些作为很奇怪耶 一般人谈恋爱不会做到这个程度 她才开始去质疑说 对呀 我这样的恋爱方式是不是有一点奇怪 或是有一点失衡 就是太过于女生要什么 我就一定要去呼应她的需求了 那这个状况之下 她才开始去质疑说 嗯 这段关系是我要的吗 在此时又意外地出现另外一个 你知道所谓的白莲花 当年她可能跟这个女生有点暧昧 但是没有走在一起 但这个人可能永远都在她心中 有一个形象跟有一个地位存在 就是老话那一句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过去又得不到这个暧昧对象 但她却现在突然又出现在你生活之中 那你此刻自己的感情关系 你自己跟你的另一半相处 又遇到了很多的不愉快跟摩擦的时候 这个第三方就又给你一种 恋爱的激动 或是她给你满满的自由感 就是跟她谈恋爱 你会觉得说很像很刺激 然后又很浪漫 然后又可以满足你过去那个 想得而不可得的遗憾 那这时候男方就开始 就是寻求外面的温暖去了 当然这个电影的命题就是 他卡在说这个男生就开始去思考说 到底哪个才是他要的关系 哪种爱情才是他期待的爱情 后来又出现了第三个角色 就是谢欣颖的这个角色 他这个角色又跟所谓前面两个有一点不一样 他就是完美理想情人的想象 就像是你去拜月老的时候 你的身高啊体重啊个性啊 整个人散发出来的vibe 刚好就是你的菜 就有点兴趣示好 他都可以贴合你的期待 那这个状况之下就结束 这就是所谓的对的人 他可能就是你的灵魂伴侣 直到这个男主角意外发现说 这个女生什么都好 但是却身上有一个想要隐藏 或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就想尝试去挖掘 他这个奇怪之处 后来发现说 他竟然是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博取 跟维系这段关系的 而他这个手段 让男主角非常的错愕 跟觉得非常的可怕 而这个可怕 对比前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友 他可能会挑明跟你说 我就是希望你要拍照告诉我要报备 然后你要开定位 就是这些东西是他明确跟你讲的 但你要不要接受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这样的关系 但后者这个 他表面上是所有事情都把你用了服服帖帖 但他在他的背后却有个隐藏的特殊手段 让你活在他的管控之下 但你却毫无自知 这个状况反而他觉得更可怕 但是这两种关系 他后面也是个大折问 就是问自己说 我到底想要怎样的关系 到底怎样的关系 才是我由衷向往的 那最后面的结局 他是用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他是留给观众自己去做选择 你觉得到底怎样的关系 对这个男主角来说 才是最好的关系 那反问你自己 到底你看的这几段故事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做选择 里面这几段关系里面 都牵扯到一些关于控制欲的这个命题 那怎样的控制欲是你可以接受的 跟怎样的控制的关系 是你觉得说 我很像这个东西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或是那个东西 很像我还可以忍受一下的 还是说 其实哪些东西是你的底线 他也没越过你的底线 但电影就是演的比较夸张 比较洒狗血一点 但你不得不说 这个剧本里面 他的确是在探讨现在人 是不是对感情有些不安全感 或是你期待太高的时候 对于这个对象 对于这段关系 你有过于理想化的想象 那一旦出现一些瑕疵 或他背后隐藏一些 他不想告诉你的真相 你挖掘到的时候 你有办法忍受 跟无法接受这样子 你所谓的理想崩坏吗 那这部电影 对比他的前作怪胎 其实我个人 还是比较喜欢怪胎 这部电影 有一点让我失望 所谓失望是因为 怪胎他的那个美术 他当初两个人 住在那个有洁癖的房子里面 各种对称颜色的使用 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对这部戏是有期待的 就是《爱的噩梦》 里面当然他在梦境的处理上面 我觉得也很美 海报拍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但他在实际居家环境的设计上面 就没有像怪胎 给我这么大的经验感 那这部电影 那个导演出来受访的时候 说他们是用36天就拍完这部电影 但他后续后制处理了一年半的时间 那他整个过程 他每天都在吸收一些新的资讯 每天光是剪接 或是自己在学那个拍摄的素材 就觉得说 这个电影我很快就拍完了 但是后续已经一年半之后 这个成品才出来 他就觉得中间有太多 可以修正的过程 就觉得不是很满意 就是在所难免 所以这个电影推出来之后 我看他里面的场景 跟他里面的人物的装法 就觉得说 对比怪胎这么的精致 跟这么的精细 这部电影就让我看起来 就觉得说 他的成本 很像相对比怪胎 是不是在低一点 虽然他的剧情的铺成也是不错 里面甚至还找黄轩来客串 然后他演的那个角色 也非常适合黄轩 那最近他声量也很大 就整部戏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小品电影 但对比他的前作怪胎 因为美术 或是整个编剧 各方面都太强了 爱的噩梦在场景的承设上面 就是也没几个场景 就是居家 办公室 咖啡厅 梦境 就这几个换来换去 你就觉得说 他这部戏的成本 是不是真的是偏低 就是比较 没有像怪胎 给我这么大的冲击 也有可能我期待太高 而这部剧里面的演员 最让我惊艳的 应该是向杰鲁的那个角色 他那一场哭戏 真的哭得非常动人 就是会让你很揪心 那林柏黄在这部剧里面的角色 他能够发挥的 说实在也不多 所以就是不过不失 那谢欣颖 我只能说 他真的是外形keep的非常好 在里面有够漂亮的 他每一次出来 都很惊艳于他的美貌 但他演技也是妥妥的 那大远比较偏点缀的角色 黄轩 就是一个像小彩蛋这样 那里面 我觉得比较让我意外 应该是向杰鲁 好啦 那就这一次我看完 爱的噩梦的小小心得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要小聊一下 就是昨天在美国那边 有个竞选造势的场合 川普竟然意外 被人开了拔墙 而且耳朵重担 就是扫过去 然后流血 后来还拍到一个 历史性 可以得普利斯奖的照片 然后那个照片 还立刻被美国的网友 拿来做成各式各样的竞选小物 什么T恤 就是他们的速度真的是有够快 那这一次就是川普意外 重担的这个新闻呢 其实好像台湾刚开始 没有太多的在报道 我刚才只是从 Thread上面看到有人在分享 后续在主要媒体 才出现一些新闻 那当然这个事件出现之后 很多网友在讨论说 是不是阴谋论啊 是不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才会当选啊 感觉川普现在就是躺着选了 因为他们前阵子的那个辩论会 就是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表现 就是不是很好 拜登看起来就是真的 有一点点失智的状况 那川普就真的是非常川普 虽然他精神饱满 但他能够回应的内容 也没有提出太多实质的政策 只是不断的在说 他是最棒的 他是最好的总统 然后批评拜登 有点老人失智的状况 就大家想说 美国走到现在 竟然要从这两个人 去选出一个自己的总统 而且这个总统 还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一个人 就大家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或许因为这个 辩论会出现之后 拜登整个内部的声势 就在讨论说 他这个状况 真的可以继续的选下去吗 他表现的真的是不如预期 连他们党内都还出现一些 反弹的声浪说 要求拜登是否要 自己退选啊 因为他这个民调一直下滑 然后表现非常的不稳定 这样 然后加上现在这一颗 子弹又扫过了川普的耳朵 感觉后续拜登要竞选 连任之路又更艰难了 虽然后来拜登也立刻的 就是发函 然后也有释出影片说 他谴责暴力 他认为最好的做法 应该是用选票去做出你的选择 而不是用子弹 这样 那后续大家应该可以继续关心一下 这个新闻的后续报道 只是说 现在的新闻真的都是比电影跟影集 还要更drama 那这个新闻应该后续大家也会继续的讨论 说到底这个枪手的背后的故事 为什么大家做这件事情 还有这件事情影响 后续选民的投票意愿也好 或是做的选择也好 那这个可以继续观察一下 好了 那就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谢谢大家